未来进行是在我们实际的写作上是很少使用的 因为我们不常描述到这样子的情境 他的观念是未来某一个时间 注意哦,未来某一个时间正在进行的动作 所以一定会配合未来的时间附词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乱成一团了 所以不用怕,动词的改变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我们是有方向可以抓的 现在我们看例子 第一题 I will be having dinner 我将正在吃晚餐 好,后面会加一个特定的时间 在哪里? at home,在家吃晚餐 什么时候?at seven 七点 明天晚上,tomorrow night 明天晚上七点那个时候 那个时间点 我将在家正在吃晚餐 OK,这就是未来进行是 用一个will 后面再用be having 这个就是进行是 再加一个will 就是未来进行是 第二个例子 we will be attending a concert at this time on Sunday night 礼拜天晚上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 当然就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比如说下礼拜天八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将正在听音乐会 we will be attending a concert attending a concert 就参加音乐会 就听音乐会 听音乐演唱会 will是未来 加上一个b ing 这是进行 合起来 就是未来进行是 现在我们看练习 第一个练习 day under plan at this time tomorrow 明天这个时候 比如说明天早上 这个七点 这个时候啊 他们将在飞机上了 在坐飞机了 所以应该是 未来一个特定的时间 正在做什么事 就用未来进行是 所以答案应该是用这个 will be traveling 他们将正在坐飞机 旅游去旅行了 所以因为有tomorrow 未来 所以呢 这个现在完成 不通 这是过去进行 也不通 一定要有一个 未来的住动词物有 第四个不对 第四个是被动 b加上过去分词 这是被动 旅游是进行的 不是被动 第二题 到那个时候 天气将 有没有看到 将 看到将就表示未来了 所以未来 那个时候 天气将会慢慢的 慢慢的转好 就是慢慢的转好 就是用进行式 OK 我们现在把答案 给它完成吧 the weather 天气 用未来进行了 will是未来式 再用 be getting better getting better 就会慢慢的变好 by late time 到那个时候 好 那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是表示未来 因此用未来进行式 再看第三题 明天晚上八点 将在看电视现场的网球比赛 所以明天晚上八点 这是未来一个特定时间点 那个时候 你正在做什么 那一定要用未来进行式 现在我们就来把答案 完成吧 我们将正在看 所以用 we will be watching 而现场我们用live 那么网球比赛是tennis game 这个game是指网球比赛 如果是世界级的那种职业的 那个叫巡回比赛 到世界各地比赛的 那个叫tournament 这个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我们这里用 live tennis game就可以了 好 后面加一个at 8pm 晚上八点 下午八点 tomorrow night 明天晚上 一个特定的未来时间 这样就正确了 这个是第三题的答案 继续我们看第四题 明天 明天 未来时间了吧 已经看出来了 那后面又有一个 这个时候 我们将正在 将正在山上露营 所以这很清楚 就已经是 明天 这个时候 我们将正在露营 所以答案 就要用 未来进行式 we will be camping OK 这样就结束了 后面再加一个时间 什么时候 at this time 这个时候 明天 这个时候 我们将正在露营 好 这里补充一个单字 露营 动词是camp 营火叫camp file 这个是未来进行式 的 基本的概念 文法最重要的时态 一共有 五大项 一定会用到的 一 现在是 二 过去式 还有 过去进行 还有 现在完成 以及 过去完成 这五大项是 我们翻译作文 最常使用到的 同学要牢牢记住 好 弟你 可以 Kerber 适合 Number